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刘刚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刘先生我们看到周二晚间公布的这次的美国8月份的CPI数据可以说是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甚至是吓坏了这个全球的市场 通胀率仍然保持在高位 核心CPI同比升幅从7月的这个5.9%来到了6.3% 这个数字的背后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 的确是这次的数据明显是超出市场的预期的 也引发了很多市场的关注 我们从隔夜美股市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市场对于这样一个数据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客观的看待这个数据 其实一方面就要客观充分的去看待这个数据 它所反映的短期通胀的压力 以及紧缩可能带来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 但同时也可能不能仅仅因为这一个数据 就改变所有对于未来趋势的一个判断 我们要看这次的数据它改变了什么 它没有改变什么 那这次的数据呢 整体上超预期的部分来自于核心通胀 那核心通胀里贡献最大的呢 又主要是房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生性的需求的粘性 但是外生性的 比如说油价和供应链的影响 其实整体上还是趋弱的 还是符合预期的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的长一点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通胀 其实本来在三季度 就没大有可能比较出现明显大幅的一个回落 基本的原因呢 就是它缺乏一个高基数 也就换言之 昨天这个数据呢 只不过是延缓了 本来在三季度没法大幅回落的情形下 这样一个速度 但是四季度之后 尤其是九月份之后 我们看到高基数的出现 还是有望使得美国通胀的 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和快速的回落 那么今天这样一个数据呢 我觉得不至于彻底的逆转 这样一个在高基数下 尤其是没有通胀 所谓的供给因素 意外的因素下 回落了这么一个大趋势 当然潜在的下行风险呢 就是我们说供给侧意外的一个大幅的冲击 那刘先生我们可以看 这次的数据当中 其实有很明显一块 就是这个房租 这个食品价格上升的 这个非常明显 特别是房租这一块 所以造成了这次的这个CPI的数据 非常明显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再加上能源危机 可以说是愈远愈裂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通胀 在短期之内还是会居高不下呢 那全球的通胀 您认为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真正的转机呢 我们基本看到 美国的通胀呢 在三季度都很难出现一个 至少是市场希望 或者说美联储希望的 比较明显有效的回落 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缺乏高基数 那这个基数呢 会在9月之后出现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短期我们看到内生的粘性 不光是通胀 不光是通胀里面的房租 还有美国自己的工资 那可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一块呢 其实是我们把它定义为 美国内需需求侧相对的粘性 它的影响呢 更多体现在核心的通胀 尤其是从4回到2这样一个幅度上 它回落的速度会比较慢的一个情形 因为如果我们把昨天美国的通胀里面 能源包括供应链的这些外生性的 供给的影响去掉的话 基本上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4 也就换句话说 即便我们假设这两块不变 即便假设我们没有未来的供给次的冲击 那么接下来呢 靠着单纯的高基数 这个时间点呢 要到9月份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胀从9从8回到4 但是从4回到2这样一个水平 那就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也就我们体现在房租和工资的粘性了 那关于能源的问题呢 确实它处在了一个相对的紧平衡 一方面承受需求回落的这样一个影响 另外一块呢 供给的约束 地缘的影响 可能持续的支撑 所以我们基本对于能源的价格呢 维持在一个均衡 现在基本震荡盘整的水平 但这个水平呢 不影响我们对于通胀的判断 因为整体上接下来环比 基本持平 就不会改变整个的路径 嗯 那其实就像刘云说的 这个通胀如果堪称一场病的话 那真的有点这个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的这么个感觉了 那其实我们看 随着CPI数据的出炉 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加息 转割的这个幻想 可以说是真正已经破灭了 现在大家讨论的已经 不是说加50或者加75个基点 甚至已经开始讨论 是不是有多大的概率 从75到100这个基点的可能性 你怎么来判断 美联储在后续加息的这样一个路径 市场的这个反应来看 会不会这个美股 还会再出现一个新低的可能性呢 市场短期呢 肯定会交易更加鹰派 可能更加强硬的一个加息路径 来去应对潜在的 这样一个通胀的韧性 但我自己觉得呢 就像我在一开始说的 我们既要认识到短期 美联储紧缩任务还没有完成 所以它必须还需要 进一步的去紧缩 但是另外一块呢 也不至于单纯就因为一个数 彻底改变我们之前 对于未来大方向的一个判断 那怎么去判断美联储加息的方向 我觉得9月份加息75个基点 其实并不是对于市场来讲 一个陌生或者说不知道的事情 换句话讲呢 对于市场来讲呢 可能并不重要 那重要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一次加息还剩下的终点 以及加息的总量 只要这个加息总量不变 那么剩下的问题呢 只不过就是在几次会议里去 平均或者说不平均的去分配而已 那么这样一个加息的路径 和最终的终点有什么决定呢 就是通胀最终的路径 只要通胀最终的路径不变 那美联储就没有必要 大幅的上调加息的终点 那没有必要大幅的上调加息的终点 那美债利率也未必一定 突破前期的新高 其实这两天 美国通胀数据和之前 Jackson号会议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微观的细节 就是美债利率 其实并没有像美股一样 反应那么剧烈 那为什么美股反应剧烈呢 因为它前期并没有像 美债利率一样上行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句话 三季度市场还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现金相对跑赢 转机要等到四季度出现 那您已经特别提到了 美股和美债 那我们再来说说美汇吧 其实我们最近看 美元指数是进一步出现飙升 已经接近110大关了 如果说美元的汇率 持续出现上升 这会不会给新兴市场 特别是这种发展中的 这个经济 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连锁效应呢 美元持续的走强 的确是一个不太友好的迹象 它本质上代表了 就是美元的融资成本在抬升 同时代表了一定的 所谓的避险的情绪 我们说全球美元流动性 进一步的收紧 其实就直接体现在美元走强 以及美债利率走高 那么它产生的一个原因 不仅仅只限于美联储货币紧缩 缩表加速 其实美国自己的经常账户的逆差的收窄 也就是它对于外面进口需求的减少 以及一部分能源进口国需要承担更高的价格 去进口能源消耗他们的外储 都会加剧这样一个局面的产生 那么它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全球美元流动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便宜钱的减少 它对于新兴市场的影响会体现在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使得一部分新兴市场面临资金流出的压力 第二块体现在汇率的压力上 但是我们说这样一个影响其实不是绝对的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在美联储紧缩 在美联储缩表的时候 新兴市场的汇率是走强的 其实本质上我们区分不同市场的压力的轻重和大小 本质上取决于内生增长的一个韧性 如果内生增长的韧性强 那么完全可以抵御这样一个压力 如果内生增长压力压力大 同时又伴随着全球贸易整体份额的下降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压力 所谓的灰犀牛的压力会更加明显的一个体现 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好 今天特别感谢刘刚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